为了提供给游客和民众最好的旅游资讯服务 市政府交通旅游处更换新的电脑旅游网站 最大特色在于手绘漫画室的内容导览 并且将推出观光旅游手机APP 预定五月份正式对外服务 手绘漫画室的导览内容成为市政府交通旅游处 全新电脑观光旅游网站的最大特色 以庙口小吃为例 搭配漫画室的人物以及动物插图 让您一目瞭然所有庙口著名小吃的摊位分布位置图 找到自己喜欢的小吃之后点进去 就会介绍小吃内容 而在找寻基隆的观光景点时同样方便 让游客在浏览旅游网站时更轻松愉快 我们为了提供给游客更便利的服务 将我们基隆市的观光旅游网重新做了一个建制 用手绘的风格把比较活泼 轻松的方式呈现在版面上 除了全新的旅游网站之外 郊旅处观光行销科也将推出手机APP 民众以及游客只要下载APP 同样利用手机就可以查询基隆的观光景点和小吃 以及所在的地点和交通资讯 让您一机在手就能掌握旅游先机 那其中也开发手机的APP的部分 让游客可以透过手机来查询我们基隆的一些景点 交通以及各相关资讯 那也可以针对游客设计客制化的一个游程 交通旅游处表示目前全新的旅游网站和手机APP 已经在做最后的测试阶段 预定5月份就可以正式对外亮相 提供给游客和市民最好的基隆市观光旅游资讯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